现在出现的这个所谓的白肺 与武汉当时的原始毒株和疫苗接种是没有关系的 并且呢当前的流行优势毒株仍然是奥密克戎毒株 我们近期呢也注意到在网络上关于白肺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我们说呢并不是只要肺部出现了炎症就都叫白肺 白色的这个影像区域呢面积达到了70%到80%的时候 才在临床上大家口语化的才会把它成为白肺 所以呢不是说只要出现了这个炎症就都是白肺了 就是它的面积很大了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才能叫这个白肺 那么这个时候呢患者就会出现这个低阳血症或者是这个呼吸肿破 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呢在临床上尤其在现在的这一波疫情当中呢 主要是高龄的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这样的患者出现 但是这样的患者呢它的占比还是非常低的 就是出现白肺这样严重的这个情况呢占比是非常的低 你们就偷着乐吧 这个 现在大概过去八个多小时 现在是凌晨四点多 我一个人接诊了120多个病人 五分钟一个吧 重症的达到三分之一以上 40多人 大白肺有十几20个 大白肺啊可不止全是老年人啊 20多岁40多岁60多岁的也有啊 让我有点恐慌 医院里到底什么情况 来我们看一看 从上一月班啊到现在 你们就偷着乐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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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戴好口罩 带你妈了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